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HK2Tor.com 我是阿榮 復活節快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教學 就會在AI裏教大家畫一些復活彈 準備好你們的AI沒有? 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Cmd N 或是PC Ctrl N 開一個新的Document 今天的示範是800px x 600px 記得去Advanced 把Raster Effect 設定去HIGH 300px 然後按OK OK之後 首先要按L For Ellipse 就開了左邊Panel的圓圈工具 然後在空底按一下 我們要畫一個橫是250px 高是350px 一個這樣的橢圓形 然後按A 按白箭咀 白箭咀在中間 按一下 選擇了中間的兩點 選擇了之後 我們按住Shift 按鍵 把它稍微向下移 向下移多少就可以深意 稍微向下移之後 蛋的形狀 就已經畫好了 然後選擇蛋 Copy一次 Copy一次 然後就開始畫中間的形狀 首先要畫鋸齒紋 按個M 按按鍵 即是靠左邊Panel的Rectangle 在旁邊畫一個四方形 按著Shift 按一個正方形 什麼形狀都沒有所謂 然後要在裡面 這個環境有什麼顏色都沒有所謂 然後按V 按 如果V 按黑箭嘴在旁邊的時候 像我這樣出現了 Path 字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打開 Smart Guide 就會在View 上有一個叫Smart Guide 打開Smart Guide之後 我們就 打開這條旁邊 當它是Path 的時候 按Shift 鍵 打開 這次它看到第二點 寫了Intersect 記得要按Alternate 鍵 或者Option 鍵 如果你是Mac 鍵 就是Option Window 的話 就是Alternate 你要看到我們Mouse 不同的樣子 我們放手 刁拔其中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按Command D 或者Window 那個就是Ctrl D 刁拔其中一個 刁拔其中一個 確保它的長度是比一隻蛋 最闊的位置就可以了 可能再預鬆一點 準備好這堆正方形之後 我們就 選擇了這堆正方形 接著我們就要去Pathfinder 如果見不到Pathfinder 就去Window 下面 Pathfinder 這樣就出來了 我們就按 Shake Mode 裡面的第一個 挑穿了整個形狀 用這個挑穿了整個形狀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畫一個四方形呢 因為 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已經把中間 這些點已經準備好了 Even 好了 接著我們就再向下 Dubicate 幾層 一樣按住Cmd D 或者Ctrl D 我們做四條 接著我們就可以教一下顏色 我們首先拔走黑邊 第一個就做藍色 第二個就做綠色 接著就是橙色 和 楊紅 好 假設是這四個顏色 我們剛才就準備了這些點 中間這些point 我們就可以用A鍵 就是 白箭槌 選擇 卡拉卡拉的 接著這樣選擇 選擇了 卡拉選擇了之後 我們按住Shift鍵一起拉 我們就畫了一個鋸齒文 然後選擇了整個鋸齒文 按 Cmd G 或者Window 就是Ctrl G Sorry Ctrl G 然後就group 放在我們的蛋的位置 然後我們選擇 然後我們去Object 然後就是Envelope Distort 然後我們選擇第一個 Make With What 然後我們就需要一個Fisheye 我們開個Preview看看 Fisheye行不行呢 不行 可能需要另一個 我選擇用這個 Inflate 整個膨脹了 將它加大一點 大約是這樣的數字 我們按OK 它穿了之後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Fisheye到大約的形狀 可能可以再扯高一點 大約是這樣的數字 然後這隻蛋 我們就要 把它放在上面 按Cmd Shift Close Bancat 或者是Ctrl Shift Close Bancat 把它放在最前面 選擇兩角之後 按Cmd 7 或者是Ctrl 7 Make a Mars 套進我們的蛋形 記得嗎 我們第一步的時候 Copy了蛋的形狀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要Paste 蛋的形狀上面 Cmd F 或者是Ctrl F 如果你在Window 就Ctrl F 將蛋的形狀 Paste在Exactly上面 接著我們就做下一步 打開我們的Appearance Panel 首先就拔走 Stroke 我們先扔掉Stroke 接著 Fill Color 我們要加一隻Gradient 去Gradient 這格 Click下去 加一隻Gradient 我們要的是Radio的Gradient 將最右手邊的這隻顏色 Double Click 我們要一隻淺灰色 大約是這麼深就可以了 接著就把Mid Point 推過一點 接著我們按G鍵 叫Gradient Editor 我們Drop它出去 中間是白色 旁邊 我們可能需要按扁一點點 將這個位置按扁一點點 接著我們就Rotate它90度 變成一個 大約跟著鵝蛋形 大約跟著鵝蛋形 再按扁一點點 不可能可以 OK 接著 Select 記得 Select 開回Appearance Panel Opacity 轉換它做Multipy 我現在就Multipy了一隻顏色 之後我們就可以再Edit 例如是我們需要再深色一點 那就會再深色一點 然後把Mid Point 可能可以再推過一點點 接著我們就要 加了Effect 我們在這層Field 去下面 Fx 我們加一個 Styleize Inner Glow 加一個Inner Glow 開一個Preview 我們就加一個Screen Opacity 75 Fur 可能可以縮小一點 15個Pixel 試一試 接近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一隻 旁邊 是白色的 但是 過多一點之後 就開始有灰色 線變成中間 就是白色的 可能我們可以再Edit一下Gradient 去到Gradient Panel 把色 移回 再做深一點 把Mid Point 移回 稍為中間一點 旁邊這位深色一點 好了 立體形狀出來了 接著我們就再做多一層 Add個新的Field Add個新的Field之後 我們就首先要 刪除了Inner Glow 上面那層的Inner Glow 這層一樣是Gradient 但是我們就把兩隻色 都變成白色 把右手邊的一點 轉成Opacity 是0 接著我們一樣 按個G 按個G 按個Gradient Editor 我們就需要 把這個 變回100% 變回全圓形 縮小一點 我們就可以縮小一點 大約是 這樣的Size 現在什麼效果都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的Opacity 在Multipy 所以要去 Appearance Panel 這裏 把它轉回到Normal 或者是Soft Light 如果你喜歡的Hard Light都可以 Soft Light的效果似乎不錯 那就可以 補回光位 給彈 再加上光源 再加上光源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光源 那就可以 再加上光源 再加上光源 下面這一層的顏色 可以再 好一點 淺色一點 大約是這樣的 那我們的蛋 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上影 我們按L鍵 或者在左邊 Menu那裏 拉回Ellipse Tools 在底 這一點 按住Option鍵 在這一點 以中心點 拉一個 按上一大小的圓形 這一樣是radio的 我們要做個漸變 左手邊這一點 是灰黑色 右手邊這一點 就是白色 接著我們按G 叫Gradient Editor Angle 轉去0 打橫的 然後把它按扁 縮小 按扁 可以把黑色推過一點 大範圍一點 接著我們就可以 Cmd Shift Open Blanket 或者是 Ctrl Shift Open Blanket 把它放在 底 現在就看到 穿了崩的 那為什麼會穿了崩呢 我們先鎖上這層 因為下面這層 我們做Mask的時候 這一層的框 是未Fuel色的 所以我們就要Fuel 白色 這樣 底就沒有穿到崩了 現在我們這層的蛋 這層的蛋 已經做好了 如果你喜歡 就把中間的 把它把它改變 做自己的 喜歡的 pattern 就可以了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是在我們網站已經 已經登記的用者 就可以下載我完成了的這個教學 會有這三款蛋 基本上都是這樣做的 只是中間Fuel的 pattern 不同的意思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